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他咋能耐了 什么都不听我的 我俩吵架 都是他对我发火 说翻脸就翻脸 我在家一直受气 一直忍耐他 他还总埋怨我 特别不经理 我省直口快 我有什么不乐意就说出来 不像他 翻假就会算可怜 让假连都像着他 我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 他却从没有看到过我的付出 眼里只有他自己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柯先生 28岁来自天津 自由职业 牧女士 28岁来自天津 全职妈妈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四年了 是吧 对 全职妈妈做了多久啊 孩子一岁多 我就做了多久 他是这么回答 孩子一岁多 所以做了一年多的全职妈妈 对 这做全职妈妈是夫妻二人商量的 还是谁的决定啊 我让他当的 所以这个他没什么收入 你应该没怨言 对不对 没有 我就不让他出去 对 你就不让他出去 带孩子累吧 累啊 做全职妈妈特不容易吧 对 来这儿是为什么呀 也为了孩子嘛 别啊 两个人来爱情保育站说为了孩子 要没有孩子呀 我背不住他也不跟着我了 我脾气不好 打结婚呢 反正就是种交情 他属于那种啊 冷暴力 他玩的一带 妈也不玩了 我也不理你 后来呢 我妈就说了 你说结婚也这么长时间了 要个孩子吧 我妈说要个孩子背不住呢 您俩不就不打家了 还说吗 但没想到啊 要完孩子就更打家了 这个想用婚姻改变这个情感质量的 肯定是失败的 想用这个孩子改变夫妻关系的 肯定也是失败的 这个说说吧 到底是因为什么打架 主要啊 主要啊 就看现在啊 给我妈弄得有点 就听她的 我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 以前在我们家 我就是天 我说干妈就干妈 现在在你们家 现在在我们家 我连屁都不算了 就听她的 我妈也捧她 你所骂都对 聪明跟朋友关系好 对 她脾气不好 她没事老跟我吵 我又吵不过她 所以我只能跟婆婆 她妈关系好一点 等于在这个问题上 你是有意见的 对不对 其实我认为啊 我前段时间啊 同学聚会 我也嫁个伪心 就是严女同学 以为跟我这个工作差不多 咱不也是为挣钱吗 她就不行了 在我妈那店上扣啊 在外头有人了 跟女同学 咱们咱们地了 有没有跟女同学 没有啊 她呀 半夜12点 跟人家女同学聊天 又聊那个好呀 那个乐呀 孩子都睡觉了 还在那儿抱着手机 啥乐 你说她俩能没事吗 能没事吗 问你呢 就是她问这个问题啊 我还特意 我给我们这女同学 我零假来 我零假来的 你放肆啊 你还敢往家里运营 对啊 没有事不太灵了吗 有事不就外地给藏起来了 对吗 没有 这也不一定吧 我爸我爸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你就会看看 证明 有没有 也得有 不是 看什么呀 就看看我们俩就是工作关系 一块见面吃个饭 你不仅不回避 还带回你们家去吃饭去了 对 你心里不舒服吧 对 心里不舒服 他不是心里疙瘩吗 你干什么的呀 我就是给人介绍工作 做严厉的 他有活 我有缘 那你们也不至于晚上12点多聊啊 工作当中那个确实你明天 几年几年你定好了 那不很正常的事吗 他就是不乐意 就是我有事 那你有没有事 我没游啊 好 我游游我能带家去吗 对吗 不是 你别老说这句话啊 待家里也反常知道吗 别老拿这个说事 你说他给待家里来了 你说他也不介绍介绍我 跟人家不介绍着我 来了之后 他们俩就坐那会儿 聊得特别好 有说有笑的 我就坐方便 你说我又插不上话 不是 有妈介绍着呢 总共就四个人 一个我 一个我爸我妈 介绍妈的 我不认识人家 我们俩聊古话 你没把他当人 不是 你没把他当人 你看啊 总共就四个人 你爸你妈你你同学 就四个他呢 我们家不就四个吗 对啊 一个阿姨嘛 你爸你妈一个阿姨嘛 你看我媳妇说 拿下阿姨去 你都没介绍对吧 那肯定就是阿姨嘛 我结婚了 我有孩子 人都知道 那还介绍妈呢 又不是地回人家 介绍介绍 算了算了 不跟你说了 反正你媳妇不开心是吧 那现在还联系吗 联系呀 也总聊 你觉得那女同学怎么样 跟你比 肯定人家有工作 也打扮呀 打扮好看呢 这就害怕 你是这么个心理 行 这事我们放在这儿啊 家里面她是全职 对 孩子她带得怎么样啊 不行啊 我是个小子 他第一回儿竖小辫子呀 一会儿穿裙子呀 跟贵女一样样 小子就应该 从小培养那个男子汉 对吧 玩玩车呀 玩玩枪啊 炮啊 很正常 天天弄的布娃娃呀 一点没有这个 不是真的他给孩子竖辫呢 啊 穿裙子啊 啊 这为啥 哎 孩子还小呢 你说他也不懂什么男女 我就为了想给他打扮好看点 不是 你 他不能男女我懂啊 对吗 那儿子天天能够贵 你生个贵女不安了呢 你要儿子干嘛 你的意思再生一个 反正我想要的 不是 你们俩这状态还要呢 那怎么了 我让他在家带着看孩子 我就生儿子 接着问啊 这个儿子跟他亲吗 不是特别亲 他从高孩子能跟我亲吗 骂到爸爸啊 你不 吃饭不是啊 一会儿你爸爸过来打你啊 你一会儿一玩玩具弄完了 一会儿你爸爸过来打你啊 骂到他爸爸打 你从小时候挺 过你你也害怕 对吗 对对对 忘了他爸爸打 对对对 你现在就相当于中山狼啊 小时候说 哎呀 沙纳你不听话 狼就来吃了你 现在这就是憋是吧 怎么他说的嘛 广大我吓唬他 这孩子叫我都多 这都害怕 这个平常他工作忙吗 常出去应酬什么的吗 对 基本天天出去 而是还管喝酒 你说一个男的啊 在外头工作去 应酬多年喝喝酒 可以不客户 不很正常吗 都是为了挣钱 不是你不能拿挣钱 当借口不回家啊这个 怎么不回家 你是天天喝吗 我几门 那你不生气啊 你不管他呀 我管不了他呀 他不听我啊 管不了 给我锁门外头 我想我进 我妈也听他的 他们俩关一毫啊 我妈也不开门 你妈是真聪明啊 你妈就怕你没媳妇 你知道吗 你们俩到了之后 你会回娘家吗 对 回娘家 他们现在不大了 然后我妈从的 原来过两天自己回来了 现在呢 行 哈贼不完啦 妈也不完啦 拿东西走了 然后我妈还抱哈的 还去歇歇 不歇也不回来 你为什么不去接啊 我哪有时间 我回家 我们时间是一家了 不是 你做什么 国际化大买卫呀 你这买卫得做得多大呀 媳妇都回娘家了 你不去接 不是妈妈大小 咱就为了赠口饭吃 老板不想走 我就不敢走 行行行 你道理多得很 等于现在你一回娘家 是你婆婆接你回 对 对 我就想让她去哄哄我 但是她不去 那只能婆婆去 行吧 您俩好啊 你 婆婆 您不会骗人吗 什么叫骗人呢 没事啊 总以兼职的借口 一会儿买衣服去了 一会儿没个夹去了 什么叫以兼职的借口 她想出去挣钱去啊 你不愿意做全职太太了 对 对不起啊 接触接触 社会去啊 对啊 对啊 她接触社会 还是谁看的 你看呢 我带她看孩子 让她上班一下 那又啥不行啊 行啊 你 她签行吗 你养起孩子吗 你养得了这个件吗 哎呦 您到了一个月 挣多少钱啊 不多 但是够养活他们的 不多是多少啊 反正够坏了 不让人出去工作啊 我就这样带她看孩子 不挺好吗 你自己生了孩子 你不管来 不是 这说谁呢 要我妈看的 对吗 你不是也没管吗 我不管 我没握着孩子呀 那那份尿不是天上吊的呀 那不都我 我买的嘛 我怎么不叫不管呢 啊 你看看 她这道理多么的坚定啊 你们家钱谁管 她管 啊 她管 难怪她 你把钱都交给她了 她就不出去工作了 你看这家她会管嘛 钱给她了 没事出去 一会儿买衣服 一会儿买妈了 她不是没钱吗 钱不都在你那儿吗 我妈偷偷给她嘛 跟我妈好 我妈乐意 我看孩子 你出去玩去吧 行 听明白了 想工作 对吧 对 婆婆白天能带孩子 所以我就想 白天出去工作工作 我也自己挣点钱 自己花点 给孩子买点东西 啊 不要老养人鼻息 对 婆婆同意吗 婆婆同意的 婆婆同意 她不同意 她就不得意 行 那你怎么打算的呢 你听她的 婆婆妈都同意 她所骂婆婆都同意 人家厉害啊 是啊 人缘好啊 我妈就挺 说我妈是吃妈 一出去 三五十 妈又破罐子 我妈的汗儿没 你应该特高兴啊 人家都是婆媳不和呀 您这家婆媳这么好多好 你怎么想的呀 不让她出去工作 你怎么打算的呢 她损完孩子了 你不自己看 让我妈看 不是 我妈刚退休 好不能谢谢 你又化 你又弄一个 行 这是道理 你怎么打算的 我打算 我就让她看孩子 她们也上完幼儿园呢 就上幼儿园了 她就可以出去工作了 上完幼儿园 我得要老二啊 我得要我贵女的家呢 然后她又看 对啊 好 行 那我帮她说两句话啊 带孩子应该给钱吗 她是她妈妈 不是我顾着她看孩子 不是 你不让她工作 她劳动是有价值的呀 是有价值 我管吃管住还不行 那当然不行了 你请个保姆管吃管住 在家里干活 你得给人付劳动报酬啊 那问题她不是保姆啊 她保姆行了 你不就把人当保姆了吗 我没拿保姆 人家想出去工作 你不让人工作 对吧 我不要 你天天 你天天回家 对人扫不大眼的 你一出去就不着家了 你喝酒是为了挣钱 为了养家 那她的价值呢 她不看孩子吗 她的价值 她 你看 她的价值 所以她就是个保姆嘛 她不就是个余英嫂吗 不 以后再让她去呀 这不孩子太小吗 所以你看看 她这个余英嫂当得累呀 好歹人家余英嫂 是有工资的 你主角还得尊重我 你不尊重我 翻脸就走 这不行啊 还得看着你的脸色 也不给人钱 还不让人出去 跟你妈关系好 您还嫉妒 是 我就是不想让她出去 我想让她出去 您给人开工资 就是她得有价值 你知道吗 以后她跟你吵架 她好歹说 你说你在家不挣钱 我怎么不挣钱 我带孩子我每个月 因为给点六块钱 那哪行啊 您得按外面的 余英嫂的价格给 那余英嫂跟她不一样啊 咋不一样啊 余英嫂 人家自己看孩子 二十四小时看 她叫什么 白嫂我妈看 晚上你报到睡个觉 那能一样过余英嫂 所以您这老板 对她的这个工作 也不太满意是吧 我感觉她差点意思 你自己弄完了 你妈都让别人管 哎呀 那她作为老婆呢 我感觉作为老婆来说啊 还行 看我这脾气啊 对我来说还行 好歹人家不理我 你也不太理她吧 也不能说不太理 锁不到一块儿现在 我觉得啊 独立自主一点 就这种人得跟她离婚 你知道吗 你基本上面的功能 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余英嫂 就你还不合格呢 老板对这个都不满意 你不跟她离婚跟谁离啊 我说不离婚啊 这是你说不离就不离的 我说不离就不离 平安给我离啊 你看孩子你不应该 你给我离 你对人好不好 我怎么对人不好了 你挣钱你不应该啊 我应该啊 我挣钱我是应该的 他看孩子别应该的 也应该对不对 对啊 那就说你们俩在工作上面 谁也不高谁也不低 对不对 平不平等 差不多 啊 差不多 平等吧 那干嘛你天天在外面 老喝酒 人家在家天天带孩子呢 你要比我能挣 你也出去喝 你看我不管啊 所以你看 行那你回家 那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还是吃饭的狗话 狗话多少钱 反正我们家就差不多 跟狗话 那为什么他出去挣钱 挣个十万八万呢 你看那样子 哎呦他干得了吗 他干不了 你一个月挣十万八万呀 我没挣十万八万呀 那得了呀 那为什么他要出去 他就得挣十万八万呢 不是你要挣个三两千 能出去干嘛 而且大家看孩子 不就完了吗 我愿意 我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有什么用啊 我不愿意 谁要跟你离婚呢 我就不跟他离 耍无赖有用吗 我也没欺负他 你还没欺负他呢 我哪去过他 你跟女同学怎么回事 工作关系 你看你所有的事 都拿工作说 天天在外面吃着喝着 然后说你这不对 你来一句 挣钱呢我 你挣什么钱了 现在我明白 婆婆为什么跟她好 知道儿子做这事 亏心哪 妈没办法 你不懂 你离离婚很快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局 这位男士 就我特别理解你啊 我们都从你那一步 一步一步 我就有一个好奇 就为什么不好意思说 自己挣多少钱呀 我不想说 因为少 不好意思 对呀 在三番五次问你说 你一个月到底收入 你说一个大概期 你连大概期都不想说 而且再者说 说不定人家出去工作 真比你挣得多 我先不说你 你凭什么不出去工作啊 他不让我出去 他说不让你就不出去啊 他会让我跟我吵啊 现在你不工作不也照样给你吵吧 对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听他的就不出去工作呢 婆婆都说了愿意给你带孩子你就去工作啊 你有那个时间出去做美甲 你为什么不想想健健身呢 你对你自己就没有要求 所以你的生活就会过到现在这样 你让人家一口一口 你看他那样能出去工作吗 能带得了孩子吗 他对你是满脸满眼满嘴的嫌弃 这么嫌弃你的一个男人 你不自立不自强 不自信不自爱 你的生活只能越过越委屈 所以要么然就让自己强大起来 要么然你就有勇气离开他 做全职太太非常之辛苦 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能胜任的了的 我就胜任不了 所以做全职太太非常的光荣 但是 做全职太太的女人 要有情商 要有智商 要有随时能够迈出家门 出去工作的能力 你都没有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反思你自己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是为什么 接下来我来说说你啊 为什么要让妻子做全职太太 是因为你要面子 出去对外一说 我啊 出去工作 我老婆在家带孩子 养了他 要面子啊 彰显自己的价值啊 第二 老婆在家带孩子 是这个世界上 能够最尽心尽力 且性价比最高的保姆 完全省去了你所有的 后方的后顾之忧 你能够一年出去花天酒地 每天都出去喝酒 你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 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好妈妈 你说你妈跟她一个鼻孔出气 你以为你妈真的傻呀 是因为你这个儿子太不像话了 没办法了 所以把你那些给自己家的滤镜全部拿掉 到底看看自己是几斤几两 你真的是有那个能力让她在家安心做全职太太吗 钱都一分不给她 你出去挣钱你说你有那个能力吗 莫女士 有信心能证的跟她一样多吗 有啊 我以前也上班的 所以为什么你不敢离婚 要是我 我跟你离定了 不说了 这气得都不行了是吧 来来来 严老师 女士的状态 其实让人觉得挺难受的 我挺为你难受的 虽然你对这段婚姻有不满 你对这个男人有不甘 但是你的状态一点都提不上神 提不起气来 你但凡有莎娜老师的一分精气神 你的日子都不会过成今天这样 我从你身上感受到整个的状态都是麻木 麻木地接受生活给我的不公 麻木地接受这个男人对我的医治气势 可是生活的路啊 姑娘 真的是我们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的 你如果今天不能挺着腰杆 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你终有一天就会被生活抛弃 所以莎娜老师为什么刚才那么重地说你啊 她是真的替你着急 真的担心你再这样下去 你的人生从此就真的是暗淡无光了 我相信这也不是你爸爸妈妈想看到的吧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 如果在现阶段 孩子没有人能帮你好好的教育 好好地看自己带孩子 不去看这个男人嘴脸 带着孩子回娘家 行不行 行 对呀 让婆婆也喘口气 如果有闲暇有精力去上班 如果没有 就在家当全职的妈妈 再当一年半她就上幼儿园了 去努力面对你的事业和工作 一样可以有成绩 其实 这做丈夫的 你觉得自己是个大丈夫大男人是吧 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小男人 没担当 没责任心 还满嘴大话 你说我们就晚上聊工作 聊到十二点 我把人带在家里 我没做什么呀 这还没做什么吗 你还要做什么呢 那同学去家里做客 那怎么不正常啊 你晚上聊天 聊到十二点正常啊 那聊个天怎么了呢 那人家回娘家不跟你过了 怎么了呢 我聊天跟他回娘家有什么关系 而不愿意跟你过 你负担起人家吗 你爱他吗 爱啊 你爱什么爱 每天喝酒 每天不回家 你关心过他吗 你现在对他 除了支持我孩子的妈 能免费给我看孩子以外 你的心中有爱吗 所以如果今天你还不能够敲响警钟 从此做个真正的大男人 而不是个大嗓门的男人 你的媳妇就不会给你冷暴力了 你妈妈也会向着你 不会向着外人了 现在你是外人你知道吗 对啊 现在我就外人了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是外人吗 因为自己做得不好啊 自己做得不像个家里人 没人把你当家里人 你就以后是孤家寡人 是这样吗 男生你还在装什么呀 你装着你对他有爱 你装着对这个家里头负责任 你装着你自己有道理 你自己知道自己理亏 你用的最长的一句话 就是说怎么了呢 你只是一直在蒙蔽他而已 你对这个家有一分的责任吗 你对他真正有爱吗 也许你的爱在没有孩子之前 已经没有了 经常性的吵架嘛 以为要一个孩子 就会解决所有问题吗 大错而特错 能激化矛盾 激化到你根本就不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对孩子说那句话 因为你在他心目中也就是那样 你只会这么做 你爆发的形式 来发现对对方的不满 你要真正是为这个家里着想 有一个全职的爱人在家里 你应该把钱给他管 你要给他安全感 你不给 挣了多少钱 够用 够用吗 你知道 你以剥脱他的个人兴趣 打扮 去来满足说我们够花 你别人怕他出去工作呢 你是怕 怕没人看孩子 你怕没人看孩子 你的母亲在看孩子 你也可以看啊 你天天在外地喝酒 为了工作 懵鬼呢吧 别装了 如果在外面还去装一装 这叫应酬 回家里才应该敞开 那是爱人 亲人 不要装 姑娘 你刚才说的两句话 其实很能体现问题 当时主任说 你觉得比不过人家什么呢 就得来 你家做客的那个女同事 人家有工作 人家可以打扮 这两点你要想 你都会有 但你逃避就都会没有 所以说你试着你走出去 让这一个装的男人 他不敢再装了 因为你给他了一副面具 他可以装下去 如果你撕掉他的面具 他就该软了 你走出去 他现在才能回到家 就这样 是不是跟女同学有什么 可能真没什么 但是你忽略了一点 这个人是谁 我媳妇 她的感受重不重要 OK啊 她已经跟你说了 你别老跟那个同学 这样那样 你到最后居然还把这个人 带回家了 从你的逻辑来说没错 我们之间没什么事 所以我敢带回来 从她的逻辑来说 你也太不把我当个人了吧 你好歹背着我一点啊 这好歹说明你在乎他呀 所以两个人不在一个逻辑里 你怎么对话 工作去吧 再不工作这个婚姻也保不住了 不如开开心心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用适时教育他 我也可以挣钱 说我出去做一个美甲 这你都认为是额外开销了 你这老公就做得太不行了 琢磨琢磨吧 剩下也不说什么了 一起进入真请六十二 我也听老师们做的挺哆哆了 然后我改改我的脾气 有什么事呢 咱俩一块商量商量 然后那个我回家 我也尽可能地帮你们看看孩子 给你们这个渐停一下负担 以后咱俩好无辜 当别人表达出一个积极态度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一个积极的回应呢 那我要是他我也会破罐子破摔了 好不容易我想改 连一个给我改的动力都没有 这是你不对啊 这样吧 同意他出去工作 你就出来 我自己主动放弃不出去工作 这个阶段你就出来 好吗 谢谢了 安慰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不去工作了 等汉的上优 原案终好我再去工作去 懒 同意他工作 也不能想干嘛就干嘛 想离婚也能离婚是吧 所以多体谅 你想如果他今天就说了 我就出去打工去 各位请看 和他在一起之前 我一个人过得很封闭 我想和他谈一场简单开心的恋爱 但是我们相处中出现的繁星是 比我单身的时候要多很多 我没有什么感情经历 所以我对这段感情很投入 我一心一意的用我的方式为他着想 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他总是爱替我做主 我越是喜欢的事情 他越是要跟我唱反调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真的不合适 他以前事业上受过挫折 我觉得他一直在逃避现实 我看不惯他这样 帮他去做改变 但他不领情还嫌弃我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圣27岁 来自四川魔术师 女嘉宾小海27岁 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两位有请 这不一样啊 这算盛装出席了啊 魔术师 主持人你好 好好好 这好像是你初恋是吧 对 这次其实是他要来的 对 其实是我今天主动想来的 是这样的主持人 其实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嘛 认识差不多快到一年的时间 其实之前我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创业失败 然后情感失忆 然后又身负很多债务嘛 当时我就觉得我的生活过得特别的自闭 我就说我要不要谈一段新的好的感情 我说来重新找回我生活的一个热情嘛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嘛 在一起了慢慢我就发现 我的生活好像还没有以前过得好了 我反而越来越焦虑了 就我们这里有很多那种矛盾 就拿在我这个事儿来说嘛 我本身是不觉得庆幸有什么的 我觉得人总有失败的时候嘛 对对对 而且我每个月也在挣钱 对对对 我收入也不是特别低 我觉得这样子每个月挣钱还钱 这样子也没啥嘛 日子过得挺潇洒的 是啊 他就特别在乎这个事儿 他就觉得欠钱是多大的一个事儿啊 就比如说我每次跟他一起出去 简单的吃个饭嘛 他总是要抢着负担 我跟朋友出去不也这样嘛 而且不是每次都 我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带你出去吃个饭 我付钱怎么了 这个很正常的是吗 也有你付钱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每次都抢单 我脸上挂不住财你知道吧 有啥挂不住的呀 还有因为他是第一次恋爱嘛 我想给他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所以说我经常买一些花呀礼物呀 我给他 但他每次主要有各种原因 什么礼尚往来呀什么什么啥的 他要通过微信把钱还给我 我就说我给你买点礼物买不起的吗 你这是故意可怜我还是怎么的吗 什么叫可怜你啊 每次我给他买礼物吧 他有时候收着感觉好像不太乐意 那肯定是我没买好对吧 那我又直接拿钱给他呀 他愿意买什么 喜欢什么买什么 这样不好吗 他一直要逼问我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你给我坦白嘛 那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吗 我欠的也不多 就四十多万 那现在只剩二十五万要还了 我就跟他说 这个不关你的事啊 我说我自己能够处理 什么叫不关我的事啊 他就把我当外人呗 都处对象了 他什么也不愿意告诉我 不不不 你们俩不是夫妻之前 确实你跟这债务 没有任何关系姑娘 而且他之后还做了一个局 你知道吧 他把我拉过去吃饭 他点了几瓶白酒 他说我们今天喝点酒吧 几瓶白酒 对 几瓶白酒 多少人呢 就江小白嘛那种东西 不是是多少人 就我们两个 后来喝点喝点我就感觉到了 他就是想做一个坦白局 他让我喝得二晕二晕的 然后让我酒后吐真言 你知道吧 结果你们俩谁喝多了 你这要平时告诉我了 我能这样吗 他露出麻将了 我就猜出来了呀 我就特别不乐意 我说你这算是什么嘛 而且还没完 第二天 他马上就去银行取了三万块钱 他直接塞给我 他说这个钱 我先帮你还一部分 剩下的再想办法 我说我一个欺齿男人 我要你帮我还钱吗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特别上我至尊好吧 你也可以给我打张欠条 我也给他台阶下了 有台阶他不下 他还顺高爬 还非不要这钱 你也是狭隘 打个借条 如果就借着呗 不是 因为我觉得每个 这多大的事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则 对对 我有自己的原则 我有自己的底线 我不想换你人的钱 后来嘛 因为这个事 他把我拉到他的那个 出租屋的那个电脑面前 他说哎 今天我们来做个一次的表格嘛 搞了半天我才知道 他要把我欠多少钱 欠什么人的钱 一五一四给我写出来 然后再规划 这个钱需要多久还完 每个月还多少 他能帮我还多少 我当时真的看到这个 我要疯掉了 你没感动啊 我没感动 我觉得你真的是 他逼人了呀 因为我很反感 他参与我这件事 我逼你 我不是让你有规划 有计划吗 我觉得每个人 可能过去都有 可能一扇不愿意打开的门 可能过去都有一些伤疤 他就是拼命地要抱我伤疤 他叉叉一张撕下来 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理解 理解 反正听到现在 我觉得还挺暖的 至少你不觉得你有福气吗 就是一个女人掏心掏肺地 要帮你解决现实的困难 是不是有福气 我觉得可能 对于一般人说是福气吧 可能对于我来说 就是你是二班的 你是二班的 对 你是二班的 他就是故意可怜我 我不喜欢 你也应该高兴 你看人都不要 这说明什么 好歹在这个层面上 他是有尊严的 他要点男人那个硬骨子气 挺好挺好 彼此为对方好挺暖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现在是专职在做 魔术师这个行业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挺喜欢魔术 我觉得我也挺享受 我在台上变魔术那种感觉 这日子还是过得挺潇洒的 但他倒是 他不仅不支持我 他诋毁我 我知道吧 他一直反对我做这个东西 他做魔术就是什么 不务正业 逃避以前的生活 就是懦弱什么的 我在真正不懂 你以前干嘛的呀 我以前就是做程序员这一行的嘛 好厉害哦 后来创业做了一个电商平台嘛 但后来再失败这个样子 他就觉得我应该继续做以前的事 不是 这挺棒的啊 就是我尝试生命当中不同的东西 别魔术你喜欢吧 小伙子 我肯定喜欢啊 这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你说他以前大学也是学这个的 毕业之后也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 然后创业也是做这个 你说这坚持这么多年了 创业一次失败 这也没什么呀 失败了你重新爬起来就是啊 然后他就把自己以前的努力 全部给否定掉了 这像个男人嘛 一点担当都没有啊 不 我想请问你一下 有哪条法律规定什么 大学学的专业 要一辈子干这个嘛 我觉得我现在做模式 我思路也不错 我做得也挺开心 为什么就觉得你喜欢吗 重要的是你喜欢吗 我肯定喜欢啊 OK 你这个喜欢是说 我每天要去钻研他 还是只是说说我去表演 对 我每天都在钻研 更好的一些表现方式 一些流程 他这钻研怎么钻研呢 全靠红牛顶着 他要是不喝红牛 他就想不出来 这都快成瘾了 他是吃这碗饭的料吗 他连这些细思末 我绝对要管 他可以不及时我 我当然管你啊 我为你好嘛 他有一次 他想把我养的那五只鸽子 因为我们魔术 需要一些鸽子表演嘛 他想把我的鸽子放掉 幸好我几次回来看到了 我就说鸽子就是我的战友啊 陪我一起打工挣钱的 对 就是这是我养的鸽子呀 我觉得鸽子是挺可爱 挺听话的呀 他就特别讨厌 他这鸽子养 也不放笼里 到处飞 搞得满屋的都是排泄物 这哪是家呀 完全就一鸟窝 他就觉得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 就是糜难 就是有问题 这是正常人的生活吗 他觉得我在这样环境里面 待久了 谁正常家里这样啊 对 他说我有精神病 我觉得他特有精神病 不不不 咱不要上升到对人生的攻击啊 他还让我去医院检查知道吧 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 他已经没跟以前的朋友联系了 同事联系了 然后开始喂鸽子 天天神神道道的跟鸽子说话 谁正常人这样啊 能不带他去检查吗 查了吗 他不不去嘛 这样啊 那你变魔术挣钱吗 挣钱啊 反正每个月下来 一万多是能够进账的嘛 挺好啊 喜欢就好嘛 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样子 我看着心疼啊 对 就因为这个事儿 他又叫我做一个自由表格了 干啥 他让我把现在自己的一些缺点 优点 和过去的总结的一些经验 一条一条又把它写出来 他说我每个阶段 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嘛 不是让你自己精准定位吗 我就觉得你是来当我女朋友 还是当我的人生导师呀 他总是喜欢说 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然后强制我做一些事 这本来就为你好啊 我觉得 你觉得为我好 所以说我就必须要按照 他的那种方式去生活 在他眼里 我变魔术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你知道吧 我真的非常生气 对于他这一点看法 行嘛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他还有特别严重的 一个妄想症 你们俩怎么互相指责 对方是病人呢 不 这是真的 您听我说 因为我变魔术 有一个女搭档嘛 这是要有 对 因为有时候需要一些 对 一些 错误引导一些掩护嘛 对 他就一直猜忌我跟我女搭档 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就有一次我们下台的时候 因为当时女搭档 穿的是高跟鞋嘛 我就说我过来服一下你 他那哪叫服啊 我都亲眼看见了 明明就是拉手了 还在我眼跟前 你说我要是不在的话 指不定有什么事呢 我就说 我亲眼看见了 我就说我一个搞意思的 哪个正脚 我有点绅士风度 这不挺正常的吧 什么绅士风度啊 他这么大人了 还不会走路啊 不会穿高跟鞋 别穿呢 然后这个事还一直没完 这个事他一直追问我 到后来直接就问我 他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我当时真的觉得他无理取了 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 我说我魔术需要一个女搭档 而且我们是工作搭档了很久了 我们只是那种同事 那种兄弟的那种情谊 非得他一个人是吧 这么久也没见你换过呀 他这魔术这个确实搭档 要相对固定啊 我就不想要他跟那女搭档 一起工作 但是我真的跟你说了 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的 好好好 吃醋是因为爱 你不能说这个 他就是妄想症 这都是这个情侣之间正常发生的事 倒也没什么 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还喜欢她吗 我还是喜欢她的吧 但是对她的很多做法 我真的很反感 就拿妄想症这一点的时候 她不仅是对我有妄想症 她对她自己都有妄想症 因为之前我偶尔跟她开玩笑嘛 我就说她有点女汉子 就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聚会嘛 就点了几瓶啤酒喝嘛 没找到那个开酒器 她拿过来二话不说 就用牙齿把那个咬开了 我同事都说了 天不省事嘛 好慢啊 还有一次我过生日嘛 很开心的日子 我正在吹蜡烛许愿的时候 她就一把把我摁到那个蛋糕上面 很大的力气 给你开个玩笑啊 当时我精品都被她摁下来了 你知道吗 后来不是也道歉了嘛 后来我就说 你能不能学着稍微温柔一点 稍微有点瘤热一点好不好 她完全就是双标啊 刚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她说我就喜欢你这性格 爽朗洒脱开朗 我也觉得没什么毛病啊 对啊 其实不是很大的事啊 但是她还穿牛角尖 她就觉得 我说她女汉子 就是因为她声音有点粗 因为她一直对这个有点敏感嘛 可是她声音挺好听的啊 她就觉得自己有点粗啊 我也觉得没什么啊 好听好听啊 她就因为这个事去跑医院 干嘛 去做什么身带整形 当时我觉得真的有点夸张 是吧 还不是因为在乎你 冤枉我好吧 她说她这是开玩笑语气 每次都特别严肃 特别认真跟我说这事 我在意你我才这样做呀 我就给她说了 我是喜欢她那种素颜朝天 就是她喜欢扎个马尾嘛 不怎么化妆 那种淳朴的自然的美 我觉得是我很欣赏的一点 她就因为这个妄想症 然后之后就开始每天化妆 化那种很浓的 有点带烟熏的那种妆 而且化得还不好看 她就是厌烦了 所以觉得不好看 后来她趁着去打那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正美白针之类的东西嘛 后来她回来了 我就看到她脸上 有点浮动的那种感觉 我是又生气又有点心疼 我就觉得你因为妄想 我觉得我嫌弃你 你这样折腾你自己 我对自己有要求啊 我真的 想跟你在一起 我自己变得更好啊 这跟你一起出去 不是给你长脸吗 我觉得有时候 你真的该反省一下自己 不是说我嫌弃你的长相 而是因为生活中一些矛盾 让我们慢慢疏远了起来 你不要老是妄想好吗 真是这样嘛 她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工作完多累 她会上班下班接送的 可能很晚了 还会跑来见我一面什么的 然后现在呢 见面的次数反而少了 就算见面吧 对我也爱搭不理的 这不是厌烦 这不是看烦了是什么呀 其实我跟她 才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我还是 本着坦白的态度 跟她说了 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是不考虑结婚的 因为我觉得 没到那个时候 然后她就一直催着我 带她回家嘛 这主生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家里面一直是 相当于留守儿童嘛 跟父母的感情 并不是特别深 就花也特别少 而且因为我创业失败了 生活也过得一塌糊涂嘛 我不想把那种 狼狈的东西 带回到家里面 也不想他们 我这又不是跟你父母结婚 而且吧 她之前有一段恋爱 大概谈了三年多吧 也都谈婚论嫁了 也带回家见父母了 到我这吧 就不行了 是怎么 感情不到位 我不配呀 她就一直催我催我 到后来她妄想症 又发作了 她就觉得 我不跟她结婚 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自卑 她就妄想我自卑 然后她就做了 这么一处事情 她把我遇到她的家里面 然后当时就是地上 铺了玫瑰蜡烛那些嘛 她主动向我求婚了 她当时还说 我跟你结婚 我房子车子那些都不要嘛 财力也不要嘛 我还可以帮你一起还钱 其实当时是给我挺感动的 但当时我聚集了她 因为我觉得 你这样把我搞的压力太大了呀 我没法对你负责呀 后来她还是不依不挠嘛 我这个事之后 我就跟她说 我真的觉得我们有太多 思想观念的差异了 我是那种可能活得很洒脱 好像血液里流淌着风的那种男人 血液里什么 血液里流淌着风的那种男人 就是国得很洒脱的那种男人 没看出来 洒脱 你浑身没有一个细胞叫洒脱 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她相对于我来说 她就是那种脚踩大地 就是很多事无巨细 关注很多细节 我告诉你 是世俗的人 如果说世俗的话你世俗 如果说骨子里像风是她像风 你的每一个脚趾头都抠在土地里 你比她差远了 反正我觉得我是喜欢爱情的风花雪月 她是喜欢残米油益 你别扣那么多帽子 今天来目的是什么 咱说目的 我就是觉得我们俩感情已经破裂了 你想跟她分手呗 对 走不下去了 那就直接说 我们俩感情破裂了 分手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得给她说清楚理由啊 不需要 有我们呢 其实我还挺欣赏她的 就是女孩子能这样 你就差半步 你就能历练成那个女神级的女人了 你看她宽容 善良 她希望感情有一个结果 她希望因为爱 而两个人一起吃苦 我觉得挺好的 那半步知道是什么吗 你倒是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就像刚才那个川哥说的 你离女神就差那半步 那我希望我给你的建议呢 能让你那个半步呢 再缩短一点 就是你离开她 她跟你 她不配 她为什么不配 第一 逞能的人 是可悲的 她是不是特别逞能 不肯告诉你我创业失败 创业失败很正常 我们要坦然面对 是我敢坦然面对我的失败 是我可以证实的 我会跟所有的人说 我失败过 我欠了多少多少段 这有什么呢 她不敢坦然面对 第二 她对人生的规划 还没有你完整的 人生不是靠随意 靠洒脱来的 你规划性非常好 对吧 你看还债 我们有计划表 发展 我们有计划表 所以呢 咱再找一个 好不好 你就为什么 把辛辛苦苦撑起来的钱 倒贴给一个 根本不领情的人呢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我一开始以为 我说非要给我还钱 就这么爱我 怎么办呢 你说 我就不用 非要给我还 后来我发现不是 这个男人 他是真的不爱你 而且呢 太虚伪 太虚荣 你的这个一上台 说的特别真诚的一句话 就是那句话 你说 我想让我的生活 稍微改变一下 充满一点阳光 所以我想想 要不谈段新鲜的恋爱 对 这句话 是最真诚的一句话 说出了你内心 真实的想法 所以他是谁 他不是你的爱人 他是来给你改变生活 让你生活充满阳光的 那个道具 他就跟你的鸽子一样 但他还没有你的鸽子 过得好 起码鸽子 你还跟他有情感交流 还跟他沟通 他呢 连话都不说 我觉得你真的 应该好好地 踏实下来想一想 真正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真正爱的人在哪儿 而且我觉得 你应该真的真诚一点 面对这个女孩 不爱就是不爱了 好好地告诉她 我现在的真实感受 那女生我觉得也是 说你差半步 我觉得差在哪儿 我个人认为 差在自信上 这个自信是因为 你陷得太深了 你把自己所有东西 全都放下 然后你觉得 我应该付出 什么样的感情 我应该对你怎么样 但是你应该 清醒一点地认识到 看一看 他到底是不是爱你 捡起你的自信 你应该是一个 非常有自信的女孩 谢谢 我也想说这个男生啊 我就在想 这么一个男生 其实只有27岁 他真的是一个 很脆弱的人 你用各种各样的 伪装 来掩饰自己的软弱 穿着非常地郑重 言谈非常地严谨 你是希望别人 高看你一眼 你为什么不愿意 接受自己失败了 自己现在不够好 你接受它呀 放下你的伪装 你就重生了 否则你 窝在自己的壳里 生活在自己想象的 这种世界当中 还所谓的血里 都是疯 你现在血里 真的不是疯 都是土 欠着20多万的外债 我们去接受现实 你去看到自己的肿迫 自己的不如意 那真的是你成长的 第一步 我说这些也是 说给女生听啊 就是我看到这样的 一个男孩 我其实会有同情的 你是有心疼他的地方 或者他说同情 是有的 但这不是爱啊 爱是我们互相滋养 而不是你特豪爽 说来我给你三万 你对他的方式 也不是一种 对的相处的模式 你不完全地了解他 只是被他这样一个状态 所吸引 你并没有找到一个 匹配的情感 所以我希望你们俩 去寻找生活中的亮光 面对真正的自己 才能是成长的第一步 才能是收获幸福的 正确的路上行走 谢谢 我有些感觉啊 可能和几位老师 感觉不太一样 嗯 我认为你们互相 都是喜欢对方的 我们男生的话 在一个喜欢女生面前 想表现的优秀的一面 很正常 女生做了对的事情 也做了错的事情 所谓对呢就是 你就是很直爽的一个人 你觉得他可能是 经济方面 比较的困难 对吧 因为外来还欠着债呢 所以你要帮他 你要体谅他 送你花 你要回归相同的 甚至于给到钱 包括你想资助他 三万块钱 这都是好的 但是恰恰好的事情 如果你再加上 另外一件事情 就会成相反的了 是什么呢 你认为他不能做魔术师 你认为他应该 去做本专业的事情 可以继续创业吗 你没必要被打趴下了 恰恰他的表现形式 并没有被打趴下 而是说换了一种方式 去试着继续创业 而你这一点没有理解他 他极度的不是 原来你急于我 是看不起我 原来你是要控制我 所以他就会 对你有抵触情绪 同时你还会给他 下一个很错误的定义 你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们要去医院啊 你是想表达爱 但都做出了错误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啊 真的应该去感受 对方的感受 真的应该去读懂对方 这样你们两个人 才能往前进一步 我觉得你们双方都是喜欢对方的 都是好意 他在努力保存着一份自尊 而你在努力地给予他的爱 所以先互相多了解 放轻松好不好 不要操之过急 我个人觉得 再处一处 就这样 我认为对财富的贪婪 和对财富的恐惧 都是一个人不正确的财富观 我爱他 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借我三万块钱 我打不打借条 要不要这个钱 我都不会是愤怒 我应该是感动 我真的劝你一句啊 太恐惧财富那个 也不正常 其实你那声音特好 小女中音 有点带哑 挺好听的 不要去改变这个东西 也无需自卑 你对这段爱情 就是付出了一个女人 该付出的 你也吃了该吃的醋 我觉得挺好的 唯一的 就是别说人家是个兵人哪 这太不尊重人了 接受现实 曾经爱过 这个阶段呢 他不适合 谢谢两位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我确实在这个过程中 付出很多 但是这些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也不是说 这有付出 我一定要求这个回报 但是我希望 反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都有所成长 可能真的不是遇到 正确的时机吧 我觉得也挺对不起你的 男人这个特别棒 不爱嘛 就说一声对不起嘛 好好的加油啊 挺期待看你研发出 特别棒的 让人惊艳的那个魔术的 加油啊 谢谢两位 来 请飞 请飞 来 请关门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够好 然后那个女孩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回响 女孩说 希望这段感情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 有所成长 我觉得也是一段美好的爱情 是吧 好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爱情保险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 谈了四年的感情 如今呢 到了谈婚论嫁了 可男方依旧吊儿郎当 无所谓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爱我 可我又舍不得放弃 到底还该不该继续下去 可能呀 你男朋友的性格呢 就是吊儿郎当的 这和爱不爱你 没有多大关系 但要提醒你的是 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人 你决定要和他过一辈子吗 想清楚 你选择什么样的人 过完这一生 要再一次的谢谢 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 精彩的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